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昨天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遗体火化的日子 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现身八宝山送别 死去的李克强也终于沾到了习的语录 再次登上了大陆媒体的头条 由此可见 习近平连一个死人的风头他都要抢 而且李克强的复告里面尽是习近平的名字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开玩笑的说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习近平的复告呢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习对李克强的惧怕 那为啥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会害怕一个卸任的总理李克强呢 就在习近平除去心头大患以后啊 另外一个危机把习近平也给逼急了 中共国安部竟然跳出来破口大骂说 个别国家居心叵测者 妄图兴风作浪 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 还有掺空者掏空者 这是唱的哪一出呢 那好 这一节目我们就聊聊相关的内容 首先呢 还是李克强去世的消息 自从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暴毙以后 李克强去世的消息 复告以及火化的通知 都没能出现在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 如此具有突发性爆炸性的新闻 竟然被习近平参加各种无聊的活动给死死压制 中共的官方媒体就差没报道 习近平几点洗脚几点去厕所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啊 这都是极不寻常的 更令人恶心的是什么呢 李克强的复告中五次提到习近平 李克强升平的文章也八次提到习近平 给人的感觉就是习近平这名字阴魂不散 连个死人都不放过 连死人的风头都要抢 好像总家族是非常着急啊 就想着能不能跟李克强一块走 就算现在走不了 至少习近平这个名字 可以先跟李克强到那边挂个号 让李克强跟那边说一声 拖个关系啥的 看能不能早点来接人 这事说起来就像段子一样 可现实呢就是如此的魔幻 这不禁让我想起一首诗 就是当代诗人藏客家 为纪念鲁迅逝世事十三周年 而写的一首抒情诗 题目是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 我多伟大 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 想要不朽 有的人情愿做野草 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他活着 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他活着 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做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都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 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 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 很高 这首诗是不是一针见血 恰如其分呢 不知道这首诗 在我们分享过后 会不会被封禁 如果被禁的话 说明有的人是真的怕了 如果不被禁的话 就请朋友们 广为分享这个视频 拉回到我们要说的主题 为啥这习近平会害怕 一个卸任的总理呢 之前很多人都没想明白 我掐指这么一算呢 这位卸任的总理李克强 是目前唯一能对习近平 构成威胁的人 首先我们来看年龄 习近平是1953年6月生人 李克强是1955年7月生人 这个李克强比习近平还小了两岁 年纪小的退休了 年纪大了还赖着不走 还是那句话呀 人不要脸是天下无敌呀 二是健康状况 从媒体公布的各种画面来看 李克强的身体明显比习近平更健康 如果哪天习近平出现突发状况 或者在中共内部有一股势力 推翻习近平请问 谁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呢 朱镕基 胡锦涛 温家宝 王岐山都太老了 汪洋胡正华的资历和党内地位还不够 现任的六常委 加上国家副主席韩正 无论从能力 学识 资历上看呢 没人能与李克强相抗衡 中共这个烂摊子 任谁都无法收拾 这么看下来呀 李克强的威胁是不是最大呢 上期节目中我们重点讲了 李克强在习近平出访南非的时候 现身敦煌 而且受到了老百姓热烈的欢迎 还有去年轰轰烈烈的席下礼上闹剧 尽管外界认为李克强对习近平够不成威胁 但是李克强的存在却让习近平如坐针毡 可以说呀 李克强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打脸习近平 无论从年龄 学历 能力 资历 健康 各个方面 李克强都是碾压习近平的存在 习近平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红二代的身份 习近平唯一过人的能力就是斗争 也就是前面那首诗中我们说到的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呀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最新一期 中国内幕中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 余茂春周二指出 民间对李克强的真正死因普遍存在巨大猜测 原因在于中共高官不论退休与否 几乎都有着长命的传统 而享年68岁的李克强 比过去其他领导人的死亡年纪明显年轻很多 就连现在还待在政治局的某些高龄官员 健康状况向来都不是他们担心的问题 另一点是复文中并没有提到 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第一个真正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 复文忽略了这一基本的个人传记讯息 因为习近平有一个假博士学位 是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高领导人 永远不能被一个外来的下属盖过 正因为李克强已经卸任离开政府 所以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潜在替代者 而且余茂春认为啊 李克强在中共官僚机构内确实有忠实粉丝 综合近段时间所有关于李克强的消息 除去我们昨天说的军中政变的传闻 李克强在习不在京之际高调现身敦煌 也许犯了习近平的大忌 因此习近平在南非会议结束后 连北京都没赶回 直接飞去了新疆 在会上八次公开喊稳定 这都是极不寻常的动作 由于习近平治国无能又极度自卑啊 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处处都强过自己的人存在呢 所以说李克强是习近平的心头大患 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习近平对李克强猝死的处理方式 我们也能看出端倪 虽然李克强葬礼赵超前国家领导人李鹏 以总理规格下葬 可是对比一下就会发现 李克强26日突发心脏病 27日凌晨在上海医院宣布死亡 当天其遗体既由专机从上海送至北京 同样死在外地 比照江泽民王震 李克强的遗灵程序明显加快 甚至没有等到次日就遗灵 江泽民的起灵仪式机场接灵 官宣做了大量现场画面报道 而李克强的遗体悄悄运回北京 新华社10月31日 也就是四天后才发出遗灵消息 外界不知何人护送遗体 也不知何人在机场接灵 为什么要遮遮掩掩 迅速火化呢 毁尸灭迹的行动 是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呢 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实质的证据 但从习视中共各种诡异的动作来看 李克强的死绝对不简单 就在习近平忙于跟死人抢风头的时候 另外一个危机也让习近平急了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在银行业利润创历史新低 反腐今年已牵涉百余名官员和金融高管的背景下 习近平召集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金融业的控制 维稳金融也将成为重中之重 因为当局试图防止经济低迷和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进一步蔓延至银行业 那彭博社引述知情人表示 这次会议上中共高层将重点讨论如何解决金融风险 包括房地产危机和不断攀升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 总结来说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党管一切 为什么说习近平急了呢 我们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标题是中国国安部畅控者掏空者妄图引发金融动荡 国安部的发文可以用破口大骂来形容 开头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 连居心叵测兴风作浪这样的词都用出来了 中国国安部星期四10月2日发文指出 个别国家把金融当成地缘博弈工具 一些居心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 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掌空者掏空者 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投资信心 妄图引发中国国内金融动荡 给新形势下维护金融安全带来了新挑战 习是中共这次把金融动荡的锅甩给了居心叵测者 作为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超级大国 他们有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国安公安 遍布全国各地各个角落的摄像头 网络监控如影随形还有核武器 泱泱大国的国安部竟然因为金融问题破口大骂 这是不是太滑稽可笑了呢 难道几个所谓的看空者掌空者做空者 就能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金融搞崩溃了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是太脆弱了呢 如果中国的经济欣欣向荣 潜力无限 谁会去看空唱空做空呢 那不是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吗 文章最后说呀 说国家安全机关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积极参与经济金融等领域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对金融领域国家安全风险密切监测 准确预判有效防范 依法打击惩治金融领域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段内容啊基本上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整篇文章表现出的就是 极度心虚无知无能又无奈 最后就剩下谢斯底里的哀嚎与威胁 可是啊玩金融的可不吃你们那一套啊 钱这东西是最现实的 尤其是搞金融的 都是例子当头 所谓的富贵险中求嘛 只要能保住手中的资金 他们可是敢于冒任何风险的 中共这样谢斯底里的威胁 只会加速外资不计成本的撤离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中共在自己制定的规则下 已经玩不起了 国安部跳出来喊话威胁 这不就是要掀桌子的节奏吗 根据我们对中共的了解啊 只要被扣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帽子 习近平的打手们可以无视任何法律规则 看来习近平手下的这些官员呢 都是酒囊饭带 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根源 出了问题就知道甩锅 锅甩不掉了就耍流氓 金融问题就如此 金融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 众所周知支撑中共国经济的三架马车 包括投资消费出口 如今呢 投资和消费两匹马已经死翘翘了 只剩下出口还在死马当活马翼 而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根源 就是中共的体制 只要除掉病根才能把病治好 所以中共这个体制只要还存在 中国面临的危机就无解 好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